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来到密室 铁蛋早早地就等着我们了 不愧是我的好哥们 有事他真是第一个上啊 陆陆续续的 我们四个都到齐了 刚进入密室我就感觉不对劲 这个密室逃脱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 如果看见穿有工作服的员工 请注意他们的衣服颜色 本密室所有工作人员都为白色工作服 如果看见穿有红色工作服的人员 请立即离开他们 不要与他们有任何言语 否则后果自负 本密室没有任何楼道 请各位玩家牢记 为了您和他人的游玩体验 请时刻跟随着我们的领路员行走 如果中途有上厕所等特殊情况 请告知我们的领路员 他会通知附近的工作人员 带你找寻厕所 并安全送你回来 但是切记 不要随意离开自己的队伍 不然后果自负 我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但似乎我朋友并没有听见 他们都显得无比轻松 随后我们便跟着领路员 走进了游戏的领域 来到了第一个环境 四周并没有什么特别 也就是和平时解密时是一样的 我们几个跟着解了一路的迷以后 其中一个朋友就说自己想上厕所 我提议让他去告诉一下领路员 他却说没有事 应该就在附近 他找找就行了 简劝说无用 我也便没有再说了 只是一直到了下一个场景 都没有见他回来 于是我对大家询问道 你们有看见小B回来吗 两人一念迟疑地问道 什么意思 小B是谁 我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赶快对着领路员说道 我们要离开了 我不想玩了 我感觉我的身体不舒服 可是领路员却告诉我 一旦进来了 只能走下去 不然后果自负 我立马安静了下来 在接下来的解谜之中 我显得忧心忡忡的 铁蛋看我不太对劲 就走过来问道 你怎么了 脸色那么差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 于是我摆了摆手 示意没事 走到下一个楼梯口时 小C对着我们说上去看看 但是我对那个楼梯 没有任何的兴趣 铁蛋原本也想跟着去看看的 看着我情况不太好 也就不去了 小C本来就对我刚才 突然提出不玩了不满 现在又看着我们俩这么无趣 就说让我们先走 一会儿他会追上的 马上即将走到终点 领路员已经准备交接 但是我依旧没有看到 小C的影 还没等我开问 铁蛋便说道 领路的 我们少了一个人 但是领路员却很疑惑地问道 你们来的时候 就是两个人啊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我们来的时候明明是四个人 现在却变成了两个人 正当铁蛋还想与他对峙的时候 我扯了扯铁蛋的袖子 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 也就没有再说话 我们被交接给了最后的终点人员 工作人员说 终点是一人通过制 每个工作人员一次 只能带一名玩家 铁蛋经我状态非常不好 就让我先休息一下 他出去找负责人问清楚 我点点头便同意了 等了很久 才等到一名穿着白色衣服的工作人员 过来接应我 等等 白色衣服的工作人员 我于是向他提问 你们终点是一人通过制吗 他很疑惑地问我 那是什么 这时我突然想起 开始的外场喇叭说的那句 如果看见穿着红色工作服的人员 请立即离开他们 不要与他们有任何的言语 不然后果自负 可是刚才带走铁蛋的那个工作人员 就是穿着红色工作服的呀 那么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我是鬼爵 我在那个世界等你 我可以 是同意吗 对你